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这里电话铃声响了 到底是谁打电话过来了 喂 啊 是奶奶呀 嗯 是我呀 哦 原来小男生接到了奶奶的电话 嗯 是我呀 现在 诶 现在要干什么呀 我一个人去吗 怎么走啊 诶 奶奶要让小男孩去哪里呢 沿着家前面的路一直朝前走 沿着乡间小路一直一直朝前走 相见小路不可怕吗 可是我也不知道哪一座房子是奶奶家 嗯 知道了 朝里头看一看 嗯 原来小男孩要去奶奶家了 哦 那一个人不会害怕吗 那一个人不会害怕吗 可怕的东西吗 诶 小男孩发现了什么 发现了一朵小红花 不是可怕的东西哦 是一朵红色的野花 好香啊 把它送给奶奶吧 咦 它摘下了这朵漂亮的花 哇 一直朝前走 就是这边 一直往前面走 前面会发现什么更有意思的事情吗 哇 这是什么呀 是可怕的东西吗 诶 宝贝们看一看 这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呀 哦 原来 原来是一群黄色的蝴蝶 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哦 站住一动不动 它们就不见了 诶 蝴蝶飞来又飞走了 宝贝们 你们有遇到过蝴蝶吗 一直朝前走 对吧 这是什么呀 是可怕的东西吗 诶 绿绿的叶子 红色的果果 宝贝们看一看 这是什么呀 答对了 这是草莓呀 嗯 好甜 鞋子会失掉的 诶 哪有什么办法呢 这样就不怕了 把鞋子 把鞋子脱掉 把鞋子脱掉 提起来 会怎么过去呢 再高 再高我也不怕 爬到了 爬到山顶上 这 这又是来到哪里 这又是来到哪里呀 这又是来到哪里呀 一个小小的房子 我都会有说 诶 看不到 哎 这又是来到哪里 真正的房子 哎 房子 我们看不到 里面有什么呢 那又走不通了呀 该怎么办呢 哇 原来是马的房子 好高好大的马呀 诶 赶紧跑 下面我们会去到哪里呢 好小的房子啊 这是奶奶家吗 诶 这个房子看上去不像奶奶家 这是谁的家 宝贝们猜一猜这是谁的家 哇 原来是一条大狗的家 赶紧跑 不是奶奶家 我们要一直一直朝前走 这座房子没有门 诶 里面有声音 这是奶奶家吗 诶 这么小的房子 奶奶可住不进去呀 这一定不是奶奶家 我们还可以一直一直往前走 哇 原来是蜂巢 里面装了好多好多小小的勤劳的蜜蜂 赶紧跑 这不是奶奶家 说不定是这里吧 诶 这一次是不是来到了奶奶家呢 打开房门 悄悄往里瞧一瞧 啊 是奶奶 啊 是奶奶 终于走到了奶奶家 奶奶家有漂亮的花 还有温暖的木房子 奶奶家果然就是一直朝前走啊 小男孩在路上摘来了漂亮的花 插在了花瓶里 还有甜甜的草莓 分享给奶奶吃 好的 今天的故事讲完了 宝贝们赶紧和爸爸妈妈分享一下 最近一次有意思的旅行吧 希望家长鼓励孩子迈出勇敢的第一步 去探索未知的世界 体会孩子内心的小小感触 理解他 鼓励他 安慰他 并且相信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